哈囉 大家好 我是鴨子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玩PS99 醜物模擬器啦 然後也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喔 這個遊戲又要更新了 我們先來去最後一個關卡看看 124關 欸 這個 畫面牆上 欸 即將推出而已 但是這個如果大家要進入遊戲之前應該可以看得到 在5天 這款遊戲又要更新了 所以鴨子就趕快來把我們上一次的禮物趕快送一送 因為上一次的那個高戰寵可能在5天之後 又要換新的一波上來了 我們最近的話是買了這三隻大蟲都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漂亮 那我的附魔的話呢 也全部都是帶鑽石 然後還有Royalty 皇室 也就是王者魅力 那當然如果你們大蟲比較少的朋友 鴨子會建議你們去插那個TNT喔 爆炸 就是這顆 這顆 這個TNT符號 這個附魔石 其實鴨子身上也插了蠻多顆的 給大家看看喔 這幾隻呢 全部都有插 那數量的話 鴨子是沒有放到太多 不過如果你的大蟲數量是比較少的朋友 想要去刷最後一張圖 然後有效率的刷的話 鴨子會建議你們插TNT啦 好嘞 那我們這邊就趕快把所有大蟲給擺上來 那今天想要來做些什麼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 恭喜畫面上這5位觀眾抽中了上一隻影片的這個高戰寵 各50隻 那鴨子呢 也都已經順利寄出了 如果你們看到這隻影片的同時呢 都已經順利寄出了 剩下還有169隻 鴨子就隨便送兩位觀眾啦 那就是一樣有留言都有機會抽到 那鴨子就不公開是哪一些玩家去抽到了 你們自己打開你們的信箱去看看 那如果你是沒有抽到高戰寵的朋友呢 其實也沒關係 鴨子這邊呢 來送出這個托兒索的插槽券 這一張的話大概是100K左右啦 那鴨子的話呢 一樣抽個5位觀眾啦 各送出10張 也恭喜畫面5位觀眾抽中了這個托兒索的擴充券 10個的話請大家就不要亂用啦 可以吃掉就把它吃掉來去Day Care這邊 托管一下 托管下來的錢積少成多啦 也算是一個不無小補的收入 OK 好 那今天呢 要來做些什麼事情呢 今天就是要來抽大蟲 鴨子自己要抽大蟲 不是要抽給大家 抱歉 鴨子這個大蟲真的多到爆炸的時候 我再來抽給大家啦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用這個技術金鑰 也就是科技 就是這個科技關卡裡面才能拿到的鑰匙啦 那我們現在要來去這個技術的寶箱 給它抽起來 目標當然就是這個巨大的彗星 一顆抽到的話有52.8M的鑽石量 非常的貴 鴨子的話是準備了700根的技術金鑰 731根 好 那這個呢 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鴨子呢 是抽到大蟲才會停 如果不抽到大蟲 那就是全部抽完 731根都沒有 那如果我已經停了 抽到大蟲了 剩下的鑰匙就送給大家 好不好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馬上抽到這樣 哈哈哈 鴨子 不想努力啦 anten長 登登登登啊 反正他這個是不是給很多輸啦 對 鴨子都忘記了 我還是把大蟲放出來 好了 因為我們這個有被動收入 鴨子很多隻身上都是有放閃量的魅力的 所以他會一直生鑽石 然後OK 那我們繼續抽齁 抽到大蟲才會停齁 好緊張齁 那如果大家有去玩這個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還蠻不錯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拿到的這些 寶藏獵人啊 反正這些升級書啊 都可以拿去賣掉啦 那鴨子也是希望可以開得到那個 寶箱的大絕書 這個寶箱法寶天體這個 這個鴨子蠻想要的 不過他一本太貴了 也有想說要買的啦 但... 後來還是把錢拿去投資給那個大蟲 聽說這個要無心流的去抽 現在鴨子現在這樣算無心流嗎 哈哈哈 感覺好像沒有耶 其實我很有心耶 很想抽到耶 怎麼辦 王室魅力也不錯 然後... 過載的什麼 這個也不錯 拿到了一個魅力石 OK 大家可以順便看一下 鴨子現在身上呢 這個... 閃亮的魅力石呢 差在大蟲身上的數量還蠻多顆的 應該有100多顆了吧 所以他每一次呢 大概30秒鐘給的一次 金幣呢大概有對 差不多3K 那一分鐘的話大概就是6K 6K的話就是6千塊的鑽石 這樣 大家可以去計算一下 如果這樣子一小時然後一天 掛在線上的話可以拿到多少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被動收入啦 731根 希望鴨子早一點抽到 剩下的才可以給大家 當作這一次的影片抽獎禮物 拿到了很多旗子喔 可惜這些旗子鴨子都沒有在用喔 對 噹噹噹噹噹噹噹 A few moments later 中堂休息一下看有沒有抽到喔 呃... 環顧一下四周好像沒有多寵物 哈哈 那個就是沒抽到 好難抽啊 大家 鴨子如果有的話應該會擺在最後面 然後我們看一下抽掉幾根鑰匙了 剛剛是731嘛 我們抽的快要200根了 好吧 看來這真的不是那麼好抽的一件事喔 沒事沒事沒事 200根而已還行啊 噢噢噢 再來重新整理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 讓鴨子求求 目前 好像是真的把鑰匙掉到水溝裡面的感覺喔 等一下喔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現在剩幾根 從731現在已經打掉了 弄了300根掉了喔 然後剩下的價值剩29M 希望等一下可以趕快出貨喔 好大家我們再休息一下 剛剛鴨子就抽了不知道幾根耶 哇 感覺好像丟水溝了耶 呵呵 剩下264根 應該是抽的快500根了 確定還沒有抽到我們要的那隻大蟲喔 噢噢噢噢噢 真的要丟水溝了嗎 欸其實 這拿去賣好像真的 看運氣啦 雖然說抽到一隻就回本 但是 現在目前這個機率好像真的 很難說 好 不好說不好說 哇好像有點誇張耶 抽不到耶大家 呵呵呵 盡力啦 OMG 鑰匙剩下最後115根 抽了600根耶 什麼都沒有丟到水溝裡面了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然後還想說 欸看能不能 如果沒有抽到大蟲也沒關係 是不是能抽到一些有用的東西啊 但似乎現在目前看起來 好像沒有什麼 值得跟大家一提的耶 哪有啊 天美囉 小鈴鐺 大鈴鐺 大鈴鐺 小鈴鐺 大鈴鐺 大鈴鐺 小鈴鐺 大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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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十二十二十三 protein 十二十三顆糖 大鈴鐺 你各位啊 你們有看到這一隻嗎 哇 鴨子 鴨子這個是用買的 54M 我傻眼 真的有夠難抽的 最後還是直接用買的 然後我們以後呢 如果有那個鑰匙 鴨子就全部把它賣掉 我不會再來去抽那個 技術寶箱了 在哪個地方跌倒 我們就在哪裡睡去 鴨子以後就直接用買的 把鑰匙賣了 然後來買它 你看是不是 我們剛剛好抽了一個數量 如果把那個鑰匙賣掉 搭個幾 應該就可以買得到它了 那個真的有夠難抽的耶 不過這隻好好看喔 水啦 好啦 那最後呢 鴨子是花了54M買到的 可能也會有觀眾想問說 為什麼鴨子的鑰匙那麼多 為什麼 抽完之後整個人心情很糟 所以我們來去炸一下東西好了 來去124關炸一下東西 也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鴨子今天想要給大家的東西 好不好 來啦 怎麼炸呢 就是你直接點這個大絕招的部分 然後放上這個TNT沐浴 開炸 等它CD時間重置一下 然後因為這個背景音樂有點草 所以我們稍微給它關掉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鴨子會有那麼多根的鑰匙 最主要原因當然是跟附魔書有關 跟這一本BOSS寶箱書呢是絕對有關係的 它比較容易讓我們打到那些稀有的材料 可能也會跟我們自己買的Game Pass 通行鎮這個超級掉落有關 但之前呢這個BOSS寶箱書 鴨子還沒有購買之前其實真的也沒有打到那麼多的鑰匙 數量是有啦 但沒有到那麼誇張 自從寶箱書買了之後 然後把它裝到附魔上面呢 是真的有明顯有感的提升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跟鴨子一樣有那麼多把這個鑰匙的話 或許這個是可以努力的一個方向跟目標啦 但必須說可能要有點財力 因為它現在價格已經漲上去了 之前最便宜的話好像有到60幾M 現在已經120M一本 這個BOSS寶箱書還是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真的蠻受用的 我們的這個寶箱書 不是我們的寶箱書啦 應該是說我們的這個大絕招喔 沐浴 TNT的沐浴 反正就全部都給你炸起來就對了 宣洩一下這個不愉快囉 蹦蹦蹦蹦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大絕招喔 這本書 鴨子的話呢 這邊就今天的影片來抽這個吧 好不好 這個 TNT沐浴 其實這個如果你人有在線上的話呢 去按它我是覺得 或者是掛機啦 然後 讓連點點同一個地方放大絕 我覺得其實還蠻不錯的 不然的話現在鴨子還是比較推 衝擊 寵物衝擊喔 就是這個貓咪 那這一本的話呢 是 TNT的話是2.2M一個 我們今天的話就來抽個五個吧 好不好 只要留言你的ID還有想要跟鴨子說的話 就可以參加抽獎了 然後 如果你下一次有跟鴨子一樣喔 是可以小試伸手一下啦 那我們今天是試了731把的鑰匙喔 結果並沒有 如期獲得我想要的那隻大蟲喔 那隻大蟲最後還是鴨子用買的 我們最起碼今天還是有開到一點點東西啦 那那些東西的話呢 最重要的當然是開到了一個經驗啦 以後不要再自己去嘗試開 除非你覺得你今天歐氣爆棚你再去用 不然就是身上只有一兩把的時候再去用 如果你身上有很多把 不許啦 玩個 限制一下停損 比如說50把 那你玩得差不多 好那剩下的就拿去賣喔 鴨子是這樣覺得啦 不然你看這樣剛剛731把全部拿去抽 真的鴨子沒有 任何可以跟你們分享的戰利品耶 唯一能抬得上桌面的戰利品應該就只有經驗啦 就是真的這個寶貴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抽不到 很難抽 超難抽 唉呦很硬這樣子 OK那差不多就是這樣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回的影片再見了各位 掰掰掰掰